招牌花衬衫國人不陌生 他是帛琉總統會數人 22號晚間8點抵達桃園機場轉機 外交部熱情接待 再次抵達台灣發表談話 不過會數人這次停留的時間不長 不久就要轉機前往斐济 但也不忘宣傳帛琉國際馬拉松賽事 我們很興奮 在你最近的帛琉馬賽賽 我們在那裡 可以觀察 看到一幾個月前的帛琉馬賽 臺灣和帛琉官方民間交流不間斷 雙邊感情不減反針 即去年十月後會數人再次訪臺 希望六月舉行的帛琉國際馬拉松 臺灣人也能一起來參加 除了會數人帛琉副總統習五度也將在臺灣進行為期五天的訪台行程 預計外交部正次李純會一同出席 把兩國間的情誼再推向最高點 三天新聞桃園縱橫道